本周时间2月19日出信,球连星周末结束后,联盟进入了短暂的休假期,一直到2月22日才有新的常规赛进行。 这也是球员们在赛季中心能得的一次休息。 然而球员们在休息的时候,球队高层却不得不能力准。 毕竟球队想要更好的冲击季后赛,以及在季后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都是要进行不断的调整才行。 如今被设球员们关注的火箭队,最近一段时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补强对象。 以至于球队困出的名额,一直都没得到补充,因此也给火箭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火箭老板为了,今天晋星车专家Albert Nama报道, 火箭队目前阵中有12名常规合同的球员,比公共的14人还差哪人? 球队需要在2月22日在监养名球员。 Albert Nama表示,火箭至少需要有份时间和特劳不必收取税,再等三月明日买动市场。 如今,火箭在练习部第五的位置,还需要进一步地去提升球队实力, 才能在季后赛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火箭放名单必于本季季火箭取得的成绩。 球队老板再来一谈,似乎更不满意。 今天早上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了球队下班赛程的努力端实表示, 我们去年有过一次火箭之旅,我们还想带来一次。 我们你俩都要做好准备,努力打拳。 卡佩拉快回归了,我们非常兴奋。 接下来二十五场比赛会告诉我们很多,我们今年想获得了一十胜。 所以我们接下来至少要打出十七胜八费的战绩。 我们想争取前三的位置,然而就火箭本季季而言。 想要打出七步前三的水准,还是有些困难的。 尤其都一套哈登超神级别的三辉,才能保证胜利的前皮下。 哈登正所周知,火箭队,想要在本季结束前。 在买战市场中寻找机会。 相信火箭里人到名单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球员的名单。 虽然还没有进一步的结果,但莫楼一定在努力着。 不过在二月二十二日之前,火箭队必须要保证, 至少用一份时间短合同来攻击失尺碎。 就用白白弄这个金型,还是留着比较好。 如今自然市场还是有很多不错的结束球员可以补充的。 像玫瑶、比斯利、哥塔特等实力强劲的球员,都是和火箭补充。 比斯利不过本季最可惜的应该就是豪斯了。 在火箭最困难的时候,豪斯从发展联盟被炸毁, 很好的融入了球队宫中。 不过最终双方因为合同的具体续节,能够达成一致。 从而豪斯又回到了发展联盟也离了OBA在场。 而火箭似乎并不着急, 一点天天豪斯的意思也没有。 随后吹下了小李福斯, 把李爱德感大叫让豪斯只能咬呆呆地看着。 如今火箭面临这样的问题, 也有权益调侃豪斯, 此时心里正在想, 我在这里等很久了, 消毒我吧。 豪斯。 豪斯。